哈喽 大家早安 午安 晚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AES跟ALEVEL PAPER ONE的第三堂课 他叫做坐标几何 英文的名称叫做CORDINATE Dramatry 坐标几何 OK 所以呢 坐标的意思呢 就是在一个 图像里面 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位置 位置 这些一点一点一点的位置呢 他们会组成一条线 他们会 形成一个距离 会形成一个终点 OK 这些特征呢 我们就叫做几何 所以几何可以有Midpoint 然后可以有Distance 然后可以有Gradient OK Midpoint的华文词就是终点 Distance的华文词就是距离 所以如果是距离的话 是终点的话 终点是因为两个点 两个点它才形成的 所以大家可以解读成它的那个工程式 它的工资为这样 OK X的中间值跟Y的中间值 X的中间值跟Y的中间值 所以它的工程式就会是X1加X2除以2 跟Y1加Y2除以2 我不希望大家去背了 我希望大家 大家了解它的那个思考模式 是吧 OK 然后你一了解的话 你就很自然的会写出它的公司 OK 那么距离的话呢 同样的你可以想象两个点 OK 然后这个的距离 OK 所以呢 以按照那个我们英语叫做 英语叫做PyTiger's theorem 你让我查查看 PyTiger's theorem的应该叫做 股定定股定股股定股股定理股股定理 OK 因为那个沟股定理 然后你才利用沟股定理你才找出 那个距离 OK 沟股定理就是你要找出这边的价值 还有这边的价值 OK 所以呢 这边的价值就是 X2-X1然后 Y1-Y2 然后这个取它的平方 再取它的平方 然后就是等于这个的平方 OK 所以呢 你们 你这边呢可以放 不一定要是X2-X1 因为这个是平方的 所以你X2-X1平方 跟X1-X2平方都是一样的价值 OK 所以你要放X1先还是X2先都无所谓 OK OK 之后就是它的写度 同样的很多学生会去背 它的写度就是Y1-Y2-X1-X2 或者X-X2-Y2-Y1-X2-X2 我不希望你们有只是依靠这个背的模式 我希望你们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 OK 斜度呢 就是每当X增加的时候 Y相对的会增加多少 OK 所以你就想想看 如果X增加这样 然后Y增加这样 OK 每当X增加1 一格的话Y会增加多少 所以你要找出这个 Y价值 Y的距离 除以X的距离 OK 所以就是这个限度 OK 所以现在我会 跟你们复习一个问题 然后让你们看看 坐标几何的 英文版的问题 他们可以怎样问 OK 之后呢 我会跟你们复习一些 原状的那些工程师 的方程师 OK 所以我们就进入 一个 OK 在那之前呢 那个坐标几何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东西你要了解了 OK 就是Equation of a Line OK Equation就是你们所说的方程师 OK 所以到底什么是方程师 方程师就是 一个 排方程师 来表达了每个 属于他的X跟Y的价值 属于他所有X跟Y价值 的一个关系 OK 假如说你的那个图像 OK 你的那条线 OK 是这样的 OK 所以你的这个方程师 就需要 可以 你这些点需要可以 服从你这个方程师 OK 就是你把他X跟Y取代 用这些点取代X跟Y的时候 他要可以服从那个方程师 OK 所以假如 这边是 可能 14 29 3 13 一次类推 OK 然后这个工程师就要是等于 是Y等于4X加1 OK 所以你把他每组 你放进去 你会发现到 哦 他全部都服从 服从了这个工程师 OK 所以一个工程 一个 一个方程师就是 一个 表现出他全部的 坐标的一个 一场 关系 OK 所以有几个方式可以找出 啊 一个 啊 方程师 OK 第一个方法就是 Y等于MX加C OK 所以你要用那个 邪度的那个 方法 来找出你的M 然后你要用邪度 啊 你再放两个 X跟Y的价值 来找出你的C OK 接下来我们就去 啊 一些复习 然后就 啊 其实我之前 在别的讲堂也应该有做过了 数学他只有几个 可以问你的方式了 OK 第一个就是啊 以下所说的 他的一些 啊 特性了 OK 第二就是他会 啊 注入一些 多贬值 啊 注入一些啊 位置数 OK 然后你要找出 啊 这些位置数的价值啊 你要怎样 找出这些位置数的价值 通常 一个位置数 你就要 你就要自己写出 一个 利用一个讯息 写出一个方程师 两个 啊 两个 呃 位置数 你就要用两个 啊 啊 方程师找出 两个位置数 OK 所以啊 英语我们就叫做 sumogeneous equation 然后华语的话 就是啊 原理方程 OK 所以呢 现在就进入到 啊 解答一些问题了 OK 所以呢 啊 这些问题不会是 啊 啊 所有客人被 考的问题 OK 我只是要利用这些 问题 来 给你们看 啊 要这样 利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思维来做出 那些问题啊 OK 而不是你是依靠 被拉这些程序 所以呢 那啊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 他叫你找出一个位置数啊 这个位置数就是h 然后 每次你找出位置数 是我说的 你要形成一个方程式 所以这个方程式怎么找呢 OK 这个方程式呢 就是 你要写出一个方程式 里面是有h的 所以就是某某某某某某 然后h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说过 如果 嗯 一个点 是 在那个线的上面 这个点一定会服从 那个方程式 所以我们可以取代 啊 那个y跟x价值 所以 20 19 x 24 x 所以x就是 等于2 OK 现在我们来尝试做b 比例的方法就是 啊 我之前有说过y等于是mx价值 OK 所以m要怎样找呢 嗯 m 是5 那个y的增长度了 所以5-7-5 然后-3-2 所以等于 2除以-5 然后这个2除以-5呢 就会是这个 方程式的邪度 1 之后你还要找出你的c的价值了 所以你可以利用 啊 这两个 啊 坐标 来啊 找出c 所以我们啊 试试看利用2跟5 当 所以我们啊 呈现方式我们就会写 substitute 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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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 B的答案就是y等于 -5分之4 所以-5分之2 x加 c 所以同学也是 可以用 这个座标来 找出答案 所以当你们做到这个步骤的时候 你们要确保你们的答案是对的 所以就 用你们的计算机 取代那个 取代-3 然后看你们的Y价值是不是等于7 Y价值确实是等于7 所以答案和U看来是对的 OK 之后呢 他就问到了 A跟B的距离 所以我就说 很多时候 他们就是会问你一个 位置数 你的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个位置数 OK 所以假如说这样的话 两个 点的距离呢 就是要用 那个 突然间关机 等我一下 勾股 勾股定力 OK 勾股定力 所以呢 要找出 Y的 那个 要找出 X的距离跟Y的距离 OK X的距离呢 就是等于 1-K-1 OK然后Y的距离就是 1-2K OK 所以你用勾股定力的时候 就会是 这就是等于他的距离 所以我们把里面给拆开来的话 扩张的话 就会拿到 OK 所以呢 下一个步骤就是 把他们那个 平方根的里面 那个表达式给写出来 OK 有些同学会问为什么不是 等于 11-9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错误的概念 所以当你们 去背的时候就会产生 很多错的概念 同学们有这个印象 当你 写了 一个平方根的时候就要 写一个复数 其实 那是不正确的 假如说 我的那个平方根是这样 OK 所以我这个一定是5 我没有可能写 这样 复5的 OK 所以我就是说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 这个里面 已经是证数了 所以你直接把它给 写相等就可以了 OK 那为什么同学们会有 这个 概念上的一个 误解 OK 是因为 之前他们可能有看过这样 的例子 OK 所以之后他们就 知道 当你有一个平方根的时候 就要放 价钱了 所以你要了解到 这两个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OK 这个的情况下是在于 这个情况下 x有可能会是什么 所以你就会想 不只是平方 跟5 可能也是 负平方跟5 OK 然后 所以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就不提倡 像同学 去背那些模式 很像 可能有些同学会告诉我 这边会 平方根 这边就平方根 然后这边就x 这边就 三个模 OK 所以不可以 使用那些模式 一定要 一定是 你的认知 然后 你才 运用到 那些 你才想 方法去处理 OK 当你有认知的话 你解答 问题的人力也是同样的 会被提升 所以那个就是 我非常提倡 OK 所以这个呢 怎样减呢就5k 2 然后 加5k 然后减10 分离 OK 所以有些同学会直接 做那个硬式分解了 可是 比较 对数字比较敏感的 同学呢他们就会看到 550应该是可以做一些特别的 一些变化了 所以数学很多时候 是靠 你观察一些 形态的一些 观察度啊 OK 而不是 一直靠 放程式放程式放程式 OK 公式公式公式 不是这样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就除以5 然后加k 减2等于0 然后 把它给音试分解的话 所以大家看看我这边我是怎么写的 这边我会 直接 写那个k出来啊很多同学会 要想要一次过 不要 空格的一次过 写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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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一堆 OK 我不提倡那个做法了 OK 所以 请大家大胆的 写 敢敢的写出 大概 他的那个形态会是这样 那你写出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比较清晰啊 OK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这边肯定是2肯定是1 来个是负数 我们之前还不知道 可是当我们写到这边 你就蛮明显的看到如果这个 是加的话 OK 这边就会是加2 这边减1等于0 所以k呢就是等于1或者是负数 OK 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已经 讲完了那个第一份 第一部分 OK那个坐标题 现在我要讲 那个圆形的方程式 圆形的方程式他有 他可以给你 的方式有两种 OK 第一个是这样 OK 第二个是这样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都不喜欢用 人家ABC啊K啊这些东西啊 因为我觉得 学生很容易混淆啊 所以我不经意那个 废法 OK反而我这样的时候 学生 就没有办法他们就 要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OK而不是每次 每次生批这些东西 OK 所以这个 所以我说过他有两个呈现的方式 所以第1个呈现的方式比较 对我们比较有利了 为他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圆形的一些特征 OK 假如这边是2这边是5 就代表了圆形的中间是在 坐标在 525 OK 然后他的 假如说这个是8的话 就代表了他的半径 英语就叫做radius OK是等于8 OK 第二部分 不是 OK所以要怎样把这个变成 这个 写法呢 之前在 第一堂讲 我有教大家 那个 配方法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用 同样的方式 所以 希望大家已经 抽出一点时间 去 练几下去配方法 如果还没有的话 我不建议不建议你们 一直看这些讲堂 我去 我真的是 需要你们 去复习啊 你们去 我教的东西只可以帮助到你们30% 我可以改掉一些坏的习惯 还有 啊 鼓励一些逻辑思考啊 OK 剩的70%其实是靠你们 来 做那些工 OK 付出了付出那些 心血 这样你们才可以 完全的 领悟到 OK 还有完全的 啊 掌握到 OK 所以我之前说呢 这个呢 加6x 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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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之前说过你做数学 一定是要有一个目的地啊OK 所以我们这边的目的是x平方 然后加y平方 OK等于某某东西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 啊 要怎样把它给 啊 相等啊 OK 所以 这边 你就想想看OK x平方已经相等了 OK 所以你第二步你要考虑到OK你要把 那个 不变值 OK你的constant OK 给相等 还是你要把x给相等 OK没有可能是把y的啦 为你这边已经有一个x了 OK 所以呢 之前的那个 讲堂我也说过啦需要把 x给相等先 所以这边一定是加3 OK 所以根本不需要 去背哦这个是什么 x什么除以3 什么除以2不需要的 用你们逻辑思考就好 然后这边就 相等 相等y的平方跟y 1次方 OK 之后你就发觉到 所以我就说 数学是 你有什么 你开始是有什么 你的目的地是什么 中间你要确保 他们相等 这样而已 OK 所以呢这边我多出了一个9跟4 所以我要 比较他们 OK OK 所以这样的话就 他会就变成 这样 5加 25 OK 所以呢 这部分他就问 OK Find the coordinates of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Continence of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 就是 Center of the circle就是讲他的中 间 运行的中间 Continence就是说他的坐标 OK 所以我们要 写 Center Center Circle is Negative 3 and 2 5 然后他的那个半斤呢 就是等于5 OK 因为这个是5平方 OK 然后那个第二部分呢他就叫我们证明那个 这个 方程师呢是 这个原型在 复七复一位置的切线 OK 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方程师是这边 OK我们要证明 这个是他的切线 所以我很努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就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应该 画那些图出来的 这样你才可以 减少你的事务 OK 所以呢这个要怎么做呢 这个是他的那个价值是 质3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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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找出 这个的那个 OK我看我画在这边比较好 OK 我们可以找出这个的那个写度 OK 这个的写度呢就是 是 2 减 减 1 跟 质3 减 减7 就等于3 跟 4 3跟4 所以当这边增加 4的时候这边就会是增加 3 所以同学们如果对那个 出向的认知够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应该是一个增速了 如果那个 限制这样的话 他的写度应该是一个增速 如果他限制这样的话 他写度应该是一个复数 所以可以 利用 不同的 观点来确保你的答案是正确 OK 所以呢 我们呢就有了 从 那个中间到 P 的 写度 OK 所以当你们要 这个 切线的写度呢就是 Gradient of tangent 因为 因为那个 他们的那个 角度 他们的那个角度是90度啦 OK 所以这个他们相成就要是等于负一 所以 通常就是 你有 原本的那个 原本的 写度OK你就把那个写度给 盗款 然后加一个负 OK 所以这边就是负 三分之四 然后就 所以你的那个 方程式就是等于这样了 OK 所以呢我们当然是 把 负7跟负1放进去我们就拿 应该拿到 那个对的答案了 OK 所以这边负7 等于负4 x 负4 负1 负3 然后这个 错了 所以这个就是 负3分之3 减 减 28分之3 等于 c c等于 负31 除以3 OK 所以你的那个 方程式就是这样 你的方程式就是这样 OK 所以所以 所以我每次说 难道同学就好了 不是啊你要知道 问题到底问你的是什么 他问你是 你要 算出这个切线的那个工程式是 等于 3y加 4x 加31 等于 OK 所以我们就3y 等于负4x 减31 所以3y等于 83 y加 4x加31 等于0 OK 所以 show 那好了为他教你证明 OK 所以这题就这样 之后的 这两题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私下 用你们的 有况的时间做了 OK 那我就 跟大家讲解我会怎样做这个 这一题 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了他A跟B的位置 然后 A跟B是 在这个 这个线 上 然后 那个线穿过了 那个圆形的中间 OK 所以他 第1个要我们找的是Center of Circle OK就是圆形的中间值了 所以圆形的中间值其实是 他 两个 对 对 按点 对点的那个 中间值了 OK 所以就是 负2加6除以2 跟 4加 负2 OK 除以2 所以你的价值呢会是等于 等一下 那价值会是等于1 更等于 4 OK对吗 4除以2所以是2 所以大家想想看 2离负2 的距离是4 2离6的距离也是4 1离4的距离是3 1离负2的距离也是3 所以他肯定是那个 那个中间值了 OK 所以 当你的 认知很好的话 你采用不同的方式 解答的话 你的事物就越少了 魏老师也是 很常会有事物的 所以 我的方法就是 比较多的 计算法还有角度来看 确保不一样的角度都拿到 正确的答案 接下来他就问了你 D跟E的那个 坐标是什么 他这边有说 D跟E跟A跟B他们是90度 OK 所以90度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OK 我们可以 找出 这个的 斜度 斜度 然后再找出这个圆形的那个 方程式 然后再找出这个 D1的方程式 OK 然后用 D1的方程式跟原型的方程式 找出他的交叉点 OK OK 那就 开始吧 这个的中间值呢 就是 是 不是中间值 这个的斜度就是 4减负2 跟 负2减6 OK 就等于了 8 除以负8 就等于负1 所以你看他的斜度大概是45度 OK 让我再查 再确认一下 4减负2其实不是8 OK 所以这个是6 然后 负2减6 4减负2减6 OK所以这边应该是负 4分之3 所以 这个的那个 斜度呢就是 4分之3 所以你看 你相比 这个的斜度跟 这个的斜度 这个的斜度会比较斜 一点 所以 我觉得 当然是 合理的 OK 所以 Equation of D1 D1的方程式就是 Y等于 3分 之4 X加C OK 所以要怎样找出C呢 因为那个 原型的中间 他是2跟1 所以呢就 4除以3 乘以2 加C 然后 C是等于 负3分之5 5分之5 5分之5 OK 所以呢 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 的方程式 OK 接下来呢就找找看 嗯 那个 原型的那个方程式 是什么 OK 所以要找出原型的方程式我们要找出 他的半径 他的半径呢就是 就是 Vadius of Circle Circle 就是 B跟C的那个 啊 距离 或者你可以用A跟C 也是可以 所以距离要怎样找呢 啊 要让 勾股 定力来找 OK 所以勾股定力呢就是 找出 X的相差 取平方 跟Y的相差 取平方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就是 啊 4 加 3 你家 忘了人家送错 9 OK 2-6 所以 富四 是 富四 平方是 16平方 那是16 所以这个Hard of Radius就是5 所以呢 another equation of the circle is x-2 2 2 1-1 2 5 2 ok 然后 所以这个是那个 第一个方程式跟第二个方程式 所以我们要用的就是联力方程来找出这个的答案 ok 所以呢 把 这个四分之三什么什么给加进去 能找出 y跟x的 价值 ok 所以呢 有些同学会 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我觉得是有的 ok 另外一个解答这个的方式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简单 ok 所以可以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个方式是怎么做的 ok 其实也没有比较简单 后来我想想看 后来我就我的做法就是 ok 这边我把它写成为xy ok 然后这些xy呢 要跟圣的那些位置 形成一个关系 ok 所以这个形成的关系呢 我可以说 ok 他距离这个的 距离要是等于5啊 ok 可是这样的话 就是等于写这个东西 ok 然后我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他跟可能这条线 他们要是90度 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会 形成这两个方程式 ok 所以让我来解解看这个复杂的方程式 所以这个是4-3 6 x-2平方 加 所以这个8乘4是32除以9再乘4 就是-64除以9 所以这个是-36除以9 所以这个是-36除以9 再减64除以9就是-100除以9 然后这个同样的是-100除以9 然后这个同样的是-100除以9 等于25 所以这边我会 乘4-65的数以9 乘4除以9 乘4除以9除以25 乘4除以9除以5 有那个21跟 当我们有21 我们要把它给 分解的时候 OK 我们就会想到 3跟7了 OK 所以之前我有说过 你要怎样做因子分解 你要想看这个 他的那个 X平方跟他的那个不变值 你要怎样把它给 分解了 OK 所以这个呢 就有3跟7 或者21跟 1 OK 然后X平方只有1跟1啦 OK 所以我会直接这样写 OK 所以你肯定 因为这边是4 所以不可能是21跟1 所以一定是7跟3 而且7跟3肯定是跟4有联系 OK 所以你要拿到这边 4的话你就要-7跟加3等于0 所以X等于7跟-3 三个齐 好 uj 让我来查查一下我的答案 我来查一下 应该是做错的一个东西 让我想想看 乘以9除以25 所以我这边错错了 这边乘以9除以25 这边应该是9 所以让我改一下 现在我在跟同学分享 为什么我会知道答案是错的 OK 因为刚才这边的那个答案是-3跟7 所以这边的x的价值不可能是-3 因为这边已经是负了 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有问题是错的了 所以我考试为什么在比较重要的考试通常可以达到很高就是我可以看到我的错误了 所以你需要用 你的认知需要很广 你才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你这样的 才可以确保你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这个 这个大意的那个疏忽是老师在考试也会做的 我的 常数就是 我会用不同的角度看的 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有没有可能 然后来确保我是对的 所以我也希望同学 尽量用那些基本原则 OK 当你的基本原则越强 你的 你的那个基础就越强了 你的失误率就越少 OK 所以这边呢 应该是-5才对 OK 所以这边是-5的话 这边是正1 这边是-5 OK 所以x的价值应该是5或者-1 所以你的Y的价值呢 我会放进这个 Y的价值呢 就是-1的话就是 -3 然后这个 -5 OK 所以大家看看这边为这边它的价值是4 OK 所以它的这边如果Y的价值是5是合理的 OK 然后这边因为它的x的价值是6 所以它的x的价值如果是5也是合理的 OK 然后这个1的话 它的那个价值是-1 因为这边是-2 x价值是-2 这边-1是合理的 因为这个Y的价值是-2 所以 这边的 Y的价值是-3也是合理的 OK 所以呢 就是这样 OK 今天就讲到这边 所以希望大家 大家可以从这整个讲坛领悟到一些思维 OK 这些思维 你们不需要准备 就大概了解 可能了解60%就好了 OK 剩的40%是靠领悟 靠运用 靠领悟 OK 所以去找一些问题来练习 如果 为我做这个视频 我没有办法 讲 完全部的那些问题了 OK 所以 如果你们需要额外的补习可以在我的微信联络我 OK 所以我们下一个 讲堂见 拜拜